你從提案來看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談過 195案的那個暗海戰術 那裡面真的是荒槍走板 包括什麼 不要提升軍備戰力 然後什麼不要買魚叉飛彈等等的 美國邀請我們去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這個國民黨就提案說不要參加 而且還要我們去 避免就是澳洲去買到這個盒子潛艇 這很奇怪 就是我們的國會可以讓我們的行政院 去質詢人家澳洲的國防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來看 真的是共軍擾台擾到亂七八糟 結果那個190案的暗海 完全就是指責說我們軍購是錯的 那麼其實這個禮拜三也就是前天 立法院在審查一個特別預算 這個特別預算是跟國防相關的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委員會當中 第一次做審查的時候 媒體的關注沒有那麼的多 那麼就是共軍擾台上半年 就已經600多次了 那麼對於我們現在常備的這些 不論是戰備的這個 不論是預算 又或者是我們常備的武器 面對中共這種時時都要跟我們秀軍事機 有真的是不夠的 所以說我們特別要求就是希望國防部提出來 有關於海空軍戰力提升計畫有個採購特別條例 這個特別條例過了之後才能夠編列2400億的國防預算 而這個重要的部分我要特別講一下是因為太少人關注到 而且在這樣的委員會當中國民黨的委員用車輪戰的方式 事實上它只有8條 從這個所謂立法中止到後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可是國民黨用車輪戰的方式 讓我們從下午3點鐘審到晚上8點鐘才結束 而且多數的部分都因為國民黨的車輪戰我們保留了 其實這個條例最重要的就是說呢 希望面對中共解放軍的步步逼近 以及考量政府財政國防安全 然後配合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 結合國防自主 因為是我們講到的 我們不能其他都是靠別人 我們必須要能夠自己來生產像這些需要的 飛彈跟武器以及艦艇 然後聚焦在國防自主跟提升自製研發的比例 這是這個條例要先賦予的一個權利 結果它的開宗民意第一條 原本國防部行政院提出來的是說 因應敵情威脅變化 你知道嗎 這一條大家覺得有錯嗎 這就是敵情沒有錯嘛 沒有想到國民黨包括江啟成在內的這個委員 他提案說什麼 他說啊 因為敵情啊 你知道講到敵 難不成要凱成友情嗎 我也覺得 沒有他應該就是親情啊 你知道嗎 人家覺得他們是一家人啊 你知道人家都拿 恩情恩情 主人的恩情 人家六百多架次的飛機來跟你繞台 就像那時候我執行邱國正邱部長一樣 洪秀柱說 我們自己不要覺得自己很偉大 格局太小了 人家不是來我們這裡的 所以就知道認知有多錯賴 他居然說敵情可能使國防從防衛固守 變成主動攻擊的可能性 天啊 我們現在要增加國防戰力 我們居然怕別人誤會我們 然後再來它是此概念 可能使國防成為軍備競賽 或國家困境 所以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國防自主 國民黨的委員 但是這一條我不誇張 我們從兩點一直三點 然後國防 就是國民黨的委員在國防委員會的這個預算審查當中 就一直不斷的輪番發言 輪番發言有 你知道就大概講了就這一條第一條 然後他們要改成什麼 他們看到敵就覺得內心不安 所以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禮拜三的時候他們如此不安 因為中共中央視都已經下指導期了 告訴你戰鬥欄 要戰鬥起來 我們是自己一家人 所以他立刻要改成什麼 因應周邊環境變化 剛剛我們在休息時間討論這一題 教授直接說 所以他們 所以現在共軍是廢 候鳥就對了是不是 運起來我們這裡 孫餐水一個 環境變化 我只是覺得說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似乎就是隱含著一種 很怕中共誤會 很怕中共 什麼都怕 但是我們要知道 就像國防委員會裡頭好了 柏維在國防委員會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特別操作這個 我想其實網路上有一個這樣的名單 就是在國防委員會當中 其實我們民進黨跟國民黨 在這個所謂的這個委員的數字 委員的數目上面 其實是對等 其實是對等的 如果說今天少了 柏維 那麼接下來可能還要操作的是 林昌國 少了這兩位 那麼大家就知道 在乎台灣 尊重本土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樣的案子 恐怕就是包括 我們連舉手表決 我們都要輸 我們想要發展國防自主 我們想要發展國防的自衛 都會被他們以一個 連敵情都不見容的時候 我請問這樣的一個國民黨 他時時刻刻就是把 他都指責 指責我們這種被害人 就像柏維的事情一樣 被害人 反而變成他們指責的對象 台灣執政黨 想要固守自己的疆域 固守自己國家安全 但是看在國民黨眼裡 只是想要跟對岸唱和 所以我真的會覺得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操作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而在這個禮拜三的會議當中 這個部分是沒有被看見的 那麼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避免爭議 然後希望能夠讓這個法案 趕快過關 2400億的預算 趕快下來 面對中國的這種 共軍擾臺跟威脅 我們才有機會 自己保護自己 國民黨在怕什麼 他們思考是什麼 思考的就是 對岸要怎麼看我國民黨 對岸的眼光會是什麼 他會不會誤會呢 我們再次見到 我們見到 我們這麼做的 我們現在 我們這麼做的 在這個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會看到 我們剛剛都沒有 我們這些 我們都沒有 我們真的 在這一個 我們特有 我們也讓